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娛樂圈魔鏡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queen today? 今天我們請到來的是 Conny侯靜儀 Hello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onny侯靜儀 我差點叫你救命 是的 因為Conny之前 你是一直用侯衛靈 是的 你現在就改了侯靜儀這個名字 其實我也覺得挺有趣 想問一下你的 因為很多藝人 或者是一些 就算是普通人 他們都會突然間改名 尤其是是藝人 他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你將侯衛靈 因為大家都已經熟悉了你的 為什麼你突然間改了名字 叫做侯靜儀呢 其實原名 侯衛靈就是我自己的真名 是 都出道了幾年 剛剛你準備說我的名字 都停了一下 其實我發覺這個名字 這麼多年來 我發覺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很容易遺忘了 那我就想著 不如試著用一個新的名字 加上我接下來會出新歌 和新碟 用一個全新的形象 包括名字 和歌曲都是新的 希望有一個新鮮感 給大家 還有原名 我覺得是 音比較暗 是 後衛靈 這樣就會沉進去 後聖伊 是的 我挺喜歡這個伊音 提醒我們可以多開心笑 伊起拍 那你自己改的 還是有高人和你算過的呢 是找了一個師傅去幫我起的 所以 所以 其實 Conny對大家 都應該不陌生的 因為她 是出了很多 Hifi碟的創作女歌手 這麼年輕 你知道Hifi碟 不是每個人都容易出的 對不對 有你的音色 謝謝你的 鼓掌鼓勵 我自己都買很多這些 因為那時候家裡很辛苦 在新加坡前供了一套Hifi 比較貴的 所以我 很喜歡買一些Hifi碟 一些圓精的碟很漂亮的那些 就用來聽 那個感覺出來是不一樣的 不過其實都見怪不解 很多人都說 不怕改壞名 最怕 不怕生壞名 最怕改壞名 這件事 入娛樂圈 很多人都覺得 最重要是聽下去順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覺得名字不順的時候 你都會找師傅去算一下 或者會不會對自己好一點 缺少了些什麼 其實當初 成龍 因為其實大哥他的名字 本身知道是陳廣生 其實他之前都不是叫成龍 因為他們有《七小福》 那時候有《袁華》 《袁攀》 《袁錶》 《袁秋》等等 為什麼他會改成成龍 其實那時候 因為他簽了 挪維電影公司的時候 老闆就和他 希望他成為另外一個李小龍 所以就想一下 什麼龍好呢 就改了成龍 很好 對 收起這個名字 你會覺得成龍 是不是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有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改了名字之後 會順暢一些 我其實改了名字 不是很久的 但這也是一個心理 最重要是你自己 覺得開心 或者舒服 喜歡 那就OK 就好像 什麼都突然順暢很多 心理的影響都很重要 可能你本身沒有關係 但是你總是覺得 盈住盈住 覺得這件事不好 就會有一種不好的能量 反而你是對他有信心 或者是覺得這件事是好的開心 你自信心增強了 我覺得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改了賣名 是真的很差 又善的 我都曾經在節目講過 因為我當初 我一向在香港發展的時候 但我很早在香港 拍了兩年後 我就去了台灣發展 我就不知道我的名字 講國語 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我當時 我一向做模特兒的時候 其實我一向叫魏安妮 那時電視台要簽約 她就說 不要啦 這麼西洋化的名字 不會紅的 她說 你改了一些比較特別的名字 因為你的魏字比較少人有 我就想到 魏什麼呢 魏很久了 我很喜歡一首詩 我就說 魏詩什麼好 然後他們說 快點啦 現在要簽約 臨時臨急叫我 你自己改了 這麼厲害 師陪 師陪 師什麼 我想了很久 挺好聽 我覺得OK 挺特別的名字 但你去了台灣之後 我的經理人 和我上很多節目 他們專門找我的名字搞笑 也是因為我這個名字搞笑 而在台灣時都走紅 因為你懂得說國語 那我的名字 魏詩陪國語 就是什麼呢 義 你 是 你是 背 你是背 我明白的 你先倒一圈 背死你 背死你 就是 背死你啊 做什麼都背 你是背 背死你 所以我經常上節目 因為台灣有很多的支持人 有很多的表演 有很多的表演 他們的支持人經常上笑 哎呀 背死你 你又來了 所以說 所以說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好事變壞事 只是這樣說而已 但是一個gimmick 這個gimmick 才令人更加記得 但是我經常覺得都會賠錢 你收了錢之後 你經常無緣無故就不見了錢 你認真是嗎 不是 真的是真事來的 好像你很多 我問你了 其實那個時候 樂壇 王菲 其實他人生改了三次名 因為他應該是 但王菲是新名 他之前他媽媽就是 夏季映的姓氏 取名 跟他媽媽叫夏林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到15歲跟他爸爸的時候 他就改叫王菲 但是他到香港開頭出點 你記不記得他叫王靖文 這個我記得 但是其實他後來又改回王菲 你覺不覺得 如果他的樣子 他都很噁心 如果他叫王靖文 是一點都不配 王菲、菲汪 哇很噁心 好型 所以你都說得對的 就是變了 名字容易記 還有你有沒有覺得 在影圈裏面 很多人曾經有些上司跟我講過 他說蝶字很容易被人記 例如李冰冰、范冰冰、郭晶晶、余安安、李珊珊 很多人這些 很像是 他們曾經有 我想改 我當時在台灣 想改過 李詩詩人 是的 你怎麼知道 你說蝶字 因為那個經理人說 你的名字不閃 你解 但他很聽 那是 但是他還是要 但是他覺得 那些人不喜歡 他覺得這些西洋化名字 他們很有名 現在在這個年代 覺得很適合 這個年代 跟他連什麼 baby 但是那時候不可以 你覺不覺得 好像很容易記 這些碟字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是普通 女孩子 叫一個碟字 當然 因為當年好像 有一個母師 每個都覺得他的名字 很特別 他姓洪 但是男子 男人老公叫洪欣欣 女性是欣欣的 我會想起林雪 林雪這個名字是很女性的 你會覺得林雪應該是白雪雪的美女 但是她出來的印象 你會覺得這個反差是挺特別的 還有網上群組很喜歡討論 現在的人拍拖 因為年輕人問你們就知道 或者身邊的朋友有沒有 他們很喜歡用疊字的 寶貝 你吃了飯沒有 吃飯飯沒有 吃飯飯沒有 你現在在做什麼 其實是沒事的 你如果是拍拖 在拍拖之間是情侶沒事的 但你突然在街上聽到這些高八道的聲音 寶貝 你突然很害怕 有一句說話就是 你自己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可能她已經覺得是這樣 所以覺得沒事 我都習慣了 有一次我朋友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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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埋單走 我說什麼事 隔壁那個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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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訪棄 寶貝 寶貝 你聽到你都覺得有些什麼 黃觀圖 是不是 大佬 你幫我呼呼吧 是不是 然後就是 吹啊 就是很熱 你幫我呼呼 呼呼 還有很多時候在土龍區 很多人都會有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些人去買珍珠奶茶 旁邊的人又講這些 你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話 假設以後 你會不會稱呼她 叫BB 寶寶那些 私底下的訊息 但就不要在有人的地方 是啊 但你都會的 因為我發覺很多時候都會有特別的名字 而不會用另一半的 或者是男朋友的名字 叫她 喂 阿發仔 這樣那些 你覺得不特別 那是很朋友的 可能情侶之間的關係 會親密一點 還有你會覺得想大家 不論是男還是女還是好 都是想撒一下對方的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因為現在流行 都會北上 很多時候他們的另外一半都是講國語的 我曾經跟那些女朋友一起唱卡拉OK 然後她的男朋友就不時要打電話來檢查她 但還要用抗音機 很大聲的那些 就會聽到她說 放出來 其實她沒有心 但因為她 上眼鏡放大了 自己聽不到 很尷尬 開了很大聲 就會聽到對方說 寶寶 你真是傑傻 那沒事的 很尷尬 你男生聽到就更好一點 但有時候你聽到那些男生的女朋友打電話來 寶寶 你是傑傻 那些 你在做什麼 就會突然間打個冷陣 不過其實我覺得講國語是比較好聽的 因為那時候我去台灣工作了十年 我覺得講國語是比較笨的 就是文咒咒的字 可能我語言 國語是比較流暢 我們廣東話可能會講話 所以不同的 所以其實香港女生講的都不是粗魯 是語言都有些關係 好啦 我們休息一會 好 娛樂圈魔鏡 你參加過《中國好聲音康》 香港賽區的總決賽 很多年前 現在很多真人秀的節目 什麼不同的種類都有 還有我覺得有個好處 好像我們比較香港 工作的範圍就少了 但如果你上到國內 你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無論你是未拍拖 找男朋友 又有傻 拍拖兩夫妻一起去浪漫又有傻 那些綜藝很多元化 甚至乎你第一套都不用停工的 寶寶就出生 類似這些節目 有很多 又跟著你 嘩 我覺得那個小孩生了 又說去那兒 那些 記錄片 你是賺不完的錢 做不完的節目 但是當中很多時候 網民都會討論 很多時候的這些 真人秀或者歌唱比賽 都有些不公平的事 那 Connie 你以前都應該參加過很多歌唱比賽 或者有沒有遇過一些 這些類不公平的事 其實我參加比賽 真的有很多 有13、14歲開始 我就參加比賽 其實在一些學校 或者是區賽 那些 就沒有說真的很不公平 但是我都曾經參加過 一兩個比賽 試過有一個經歷 是 當時在初賽的時候 整班女生 逐個進去見評判 因為其實時間都很長 我們玩初賽 她是直接完畢 就會公佈入下一輪的名單 所以我變成所有人都要 stay到最後 公佈了 很開心 入到下一輪 但是去到第二輪 你會看到有幾個女生 是之前初選沒有見過的 突然間又入了 沒錯 是有這些經歷的 但是都 我不管她是個別例子還是好 但是這個經歷是有一次的 這些很多的 有些好像參加一些比賽 聽一些藝人朋友說 因為她是做評判 我明明是淘汰出去的 為什麼再過兩集 又回來了 其實這些事情都一定有 這些是經歷的 有些是有個復活賽 特意給她回來的 不是 沒有 因為你每一次 有人進來PK 或者進來 又當另一次有人來 其實但她已經被淘汰了 有試過 很多這些東西 也有說很多這些 譬如說網友說 這些拍拖的節目 哇 多幸福 找到一個小子 十幾二十年的男朋友 還富裕到很有錢 就拍了出來的 劇劇效果 是的 拍了出來的生活 很漂亮 這間豪宅有多漂亮 誰知道上網一看 這間豪宅是出租的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我們又來很多的真人秀 就是說會是根本的 那些素人 其實就是沒有特意 臨演演員來的 其實是由開始去設計這個節目 去選角色 都是一個show 當然 你做節目 如果你是 當然她可能是有普通現場的觀眾 但是那個勢不夠 我們就這樣說是沒有用 不如我們演繹一下 好嗎 比如說你在歌唱節目當中 現在由Cotney做歌星 你清唱兩三句 然後由我來做這個臨演的 是特別請回來的觀眾的 好嗎 我經常都看的 有時候國內的歌唱show 很棒的他們的drama 成分 我們現在演繹一下 《二有淚同實屬巧合》 OK CAMERA 喜歡你那雙眼動人 笑聲更迷人 願在可 興福你那可愛面容 還手說夢話 將昨天你共愛 嘩 嘩 嘩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有些情形 當然你唱得好 但是你會見到 那些觀眾 雖然你唱得好 但是你不用誇到 又哭又善又欲 又欲 那些 應該是那個 會 好像有個收費表 是啊 聽說有收費表 你進了鏡之後 應該很棒 就是越有 close up的 越有就會越多 而且越長的時間 又越多 我們又另外做一個 因為曾經在香港的歌王 他就說有人請他做評判 他就說 嘩 都好啊 經常聽說有這麼多黑幕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 他就在比賽進行中 這個比賽評判是要轉身的 不如由你適宜 你轉少少身 由你適宜評判 然後呢 你喜歡表演者唱歌的時候 你就會按制轉身 是不是 你當然是認為他唱得好的時候 你才會按 如有類同實屬可可 我們現在又來了 CAMLA 我就飾演那個歌聲 就是走勢音那個 喜歡你 那聲眼動人 笑聲跟人 原在下 喜歡你 喂 喂 按制 喉靖 喉靖 你還不按制 走勢也要按制 喂 你來做評判就按制 按制 好 按了 那些情況就是這樣 明明那個唱得不好 即是不可以自己作主 有了咪 很多時候人家就會控制 即是會說 喂 按制 你轉身 你有沒有搞不轉 那當然 有一兩個堅困的評判 其實這個都聽過 尤其是之前李文 是的 有這樣的事件 他們不肯轉身 也有 所以就說 好笑的 直到最近 因為經常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所以那些節目又來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錄音 不收音 以前可能你唱之後幫你收音 好啊 我喜歡這些 直接現場唱 最近有些節目 你可以聽一下 某些歌聲 平日唱歌 你覺得它是很完美的 但是它也有點離開 其實因為現在 這個年代 各樣的照片很完美的 好笑的 其實因為我們行內 聽得出是會有收音的 現在不行 但對一些觀眾來說 不知道的嘛 就是覺得好聽 因為真的 好聽是節目效果 會可以多些view 或者多些人討論 分享 現在no 沒有得收圖 即是沒有得收靈 沒有得開淚鏡 即是沒有收音 即是沒有收音 我們又來演繹一下 其實很好 這樣才是真的 當我已經這個歌聲 我現在是彩排的時間 我在台上唱歌 正是想唱的 我喜歡你 那聲眼瞪人 突然之間 阿輝導演就叫上台 喂 這位大媽 你哪位 我現在是請藝師陪你唱歌 你哪位 你 因為沒有開淚鏡 沒有開得很漂亮的機 所以 唱音又沒有收音 然後 你哪位 大傘 是的 其實這些情況 現在他們開始有這些節目 我覺得挺好的 什麼都憑實力 你走就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這些事情 你們現在年代 我們有很多美顏機 很多app的功能可以收 但以前我們年代沒有 但以前真的很好聽 我們女明星 即其他的朋友 是拍照出來 這樣的樣子 就是這樣 因為一點都沒得收 而且 每個人都有自己 比較自己特色的樣子 但現在的女明星 很多時候你會搞混 這個香港還是韓國 還是日本 因為可能髮型 頭髮的顏色 帶什麼顏色 很多時候 變了有少少微調 而且現在觀眾吸收的東西 是習慣性 普遍接受一些很完美的東西 是的 所以你會不認得 這個名聲是誰 但我們以前是沒有的 即是拍照出來 真實很多 但我有一件事 那時候做model 我比較少走cat walk 因為我不能接受 不穿身在後台走下去 我就是拍眼照 和廣告的model 專門 還有我自己是 很上鏡那隻 拍照 因為以前沒有得收圖 但是 上鏡 和你現在有類鏡的東西 差不多 因為為什麼呢 那張照片這麼漂亮 為什麼真的來到 好像 差不多50%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因為我試過 那時經常去東南亞做show 你下午就要對付夜晚 要表演 跟剛才的情況差不多 但我覺得這件事 出現在一些網紅 或者KOL多一點 如果是藝術來講 他始終都要真面目示人 我又覺得 但很多人都是 都可以 都可以 都不會認不到 我經常不化 但你的照片很漂亮 你的海報那些 然後老闆很期待 哎呀你屍皮 然後來到 我沒有化妝 我經常頭也沒洗 這樣對峙 然後他就問 你這麼大膽 你們的歌聲呢 這麼說 我就是 你不是找人來代他唱嗎 他下午不用來唱嗎 然後你說你自己就是 我說 我就是了 老闆 然後他說 你就是 你看看 你什麼不同樣子 你這麼大膽不化妝 其實有很多這些事情 我有朋友 香港人 他就過去做一些綜藝節目 就是要講一些 父母和子女有好爭奪的show 裡面咬到臉紅耳熱 說大哥很厲害 那些 接著 他新進去做的 他就問 他說 他跟高層說 你去找這些 要吵架的父母子女 都不是說沒有 但都不是多 還要在鏡頭前面演繹 他說 哪裡有這麼多這些人 給我找 人家都不肯 就算在家裡吵架 接著就被老闆彈他 他說 你是不是什麼啊 你當然是去找臨演 或者是找一些演戲的人來的 你找什麼 人家死蠢 就罵他了 所以很多時候 就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現在 講到我好累 正在扮人的時候 我要休息一會兒 先喝一口水 先看一下 娛樂圈魔鏡 今集裡 Conny 我又和你 不如玩一個心理遊戲 因為我曾經在報道上看過你講 你說每天能做自己喜歡的事 已經是夢想成真的 你覺得應該將一些想法簡單一點 看自己要的東西少一點 夢想就容易達到你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都是的 其實我覺得人很簡單 做一個健康 就有人有公開 我自己很簡單 最喜歡唱歌 希望唱歌也可以 娛樂也好 成為職業也好 陪伴了我每一天過 所以既然你看到你講了一個夢想 你可以這麼平淡的一個夢想 你就很容易滿足的人 我就找了一個網上分享 挺有趣的一個心理小察驗 你知道很多人經常去過這些 看一些熱氣球的 升天空那些 然後上去一些熱氣球 那這個心理策略就是 當你坐這個熱氣球之旅 你撫陷下來 看到那些景色 就是它在飛什麼的球 是不是呢 距離夢想成真究竟有多遠的 第一 當熱氣球升到在天裡 你看下去的時候 看到這個海洋 閃亮亮的 閃亮亮的 閃亮發光的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A B 就是你在飛的時候 你看到高大 遣峭的那些峭壁 就是那些山 哇 那些 很多這些山在那裡 兩樣 大家又記一下 看一會兒大家選什麼 C 就是看下去一片浩瀚無邊的沙漠 這個是C D 一望無際的草原 四樣 記不記得 A 閃閃發光的海洋 B 就是峭壁的 看到一大片 C 就是這個沙漠的 D 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原 那你選哪樣呢 你是A B C D裡面 我想我會選草原 其實我都沒有看過的答案 我自己選什麼呢 因為頭三個 我都覺得 我樓不是很熟水性 因為超壁又有點害怕 超壁又害怕 沙漠又覺得沒有缺水 沒有什麼水 好像草原比較安全 我也是這樣說 因為海洋那些 哇 海很害怕 大佬 是不是 看不到底 我也是選一些 穩陣派 穩陣派 有個陸地好像有點 看看大家的觀眾又選了什麼答案 我首先講一下 A 波光閃閃的海洋 就是等於什麼呢 你在熱氣球上看到 代表你目前的狀況 你知道那些海 藍藍的色 表示很封城 表示你在成功實現夢想的道路 周圍的人支持你 令你得以穩步前進 這個選擇不錯 如果你還沒有這樣的感受 其實應該盡量去充實一下自己 擴展一下自己的視野 就是往夢想繼續去進取 如果你是選了B 哇 一片峭壁的 這個又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你的夢想其實就很對 你看第一句 已經是重重障礙 實際上就覺得象徵 這個新機會來到 你的夢想正處於這個關鍵的時刻 充滿新的可能性與機會 但是呢 但是呢 很有挑戰 你在邁向夢想成功的時機當中 即使眼前其實都還有一段路 你要去繼續努力的 所以就超迫是很艱辛的 然後施這個沙漠又代表什麼呢 那真的都很對 哇 按你都很聰明 其實沙漠就是停滯 意思就是象徵 實現這個夢想 就遭遇到這個障礙和困惑 為大哥乾到不乾的 在沙漠那裏 那裏 他就是理政對自己 設下的目標產生了疑惑 為什麼發展不如自己的預期呢 感到很累 但是呢 你都不要灰心的 也有方法 所以重新去檢視一下自己的方法 那我們兩個選擇的D來的 D一望無際的草原 代表距離夢想只有一步之遙 哇 好厲害 我先走一步 草原象徵這個孕育繁盛 哇 一片綠色 是不是呢 你在夢想長時間的孕育之下 你將會收到封口的回報 即是接下來你這隻碟 應該大賣的了 加上改了這名字 平常心面對 這段時間呢 你要堅持自己的信念 是的 千萬不要遇到困難 你就退縮 對 堅持面對 就是順便要留意一下 有時候一些小細節 是的 即是像你所說 就算你找這個高人 你不管是覺得 是不是需要找個人改名 但是你自己的心理 就會舒服很多 是的 所以我自己都喜歡我自己的新名 希望觀眾都喜歡 我一聽下去 我覺得它的名字有一點洋化 開頭 有些朋友跟我說 你的名字很有日韓的感覺 是的 有這些feel 我喜歡它比較女性化的特質 不過你說得對 其實之前你的名字 不是不好聽的 就是侯惠寧 但是你所說的 很難記 侯惠寧 可能是陰 暗塵 即是侯靜依 好像是 侯靜依 好像是 嘲笑 你讀完這個名字 你就會笑著地讀 你讀多一次 真的 那時候又沒有那麼多人 我們年代沒有那麼多人 說什麼去改名的 這麼多東西 現在聽你這麼說 我都對 其實我一向自己就是名字 毅安尼就好了 改什麼毅師賠 我都不明白 幸好現在兩個都記得 什麼都好像有個賠 我都不明白 我當時小女兒不懂得選 為什麼會選這個 什麼都賠 什麼都賠 你做什麼都賠 是不是 你拍了東西 可能收了錢 但可能又突然跌倒 看醫院又有一筆錢 我舉例 接著去拍拖又賠 認識個人又賠 你說是不是不好 好啊這個名字 所以 對的 可能有其他事情好 我很多時候都會看七師傅 他的Facebook 接著有幾次我問過他問題 他在WhatsApp回答我 我還在節目上放過出來 我覺得都很多人會改 其實我兒子小時候都有改名 還是找香港一個手屈一指的鐵板神算 第一名的 差不多講到 但他已經鮮游了 早一陣子好像聽說 他就很厲害 如果你當時是排隊 跟他說不好那個價錢是多少錢 你是派六年都沒有位 他是長期滿座的 那些他那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算命就會說 你的命中缺少木還是水 根據你的五行 我不知道 那時候他跟我說的兒子缺少木 就要雙木 所以他其中有一個字 就是有雙木的 是動糧的糧 有兩個木字 木字邊和下面有個木 我也不知道 當然是為了小孩好 就算我不想答應都不行 因為當時身邊的老人家都會說 小孩好緊要的名字 因為經常都要說 就是有很多的能量 如果你經常說一個不好的名字 就會不停地增加那個能量 而且他們老一輩都會認為 你將來有什麼頭暈伸熱 就是關那個名字 就是關那個名字 是不是呢 當初叫了你叫兒子改名字 你又不改 是不是 哇 那些責任 很大的責任 但是你剛才說得對 如果我當初那樣做疊字 就好 你一試試挺好聽 是不是 人家國內有個明星很紅的 劉思思 是 挺美女 是不是 吳其龍的太太 所以說是 那時候真的蠢 應該我直接叫做 不是 那時候她說魏安妮 她不喜歡 其實我應該拿走 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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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漂亮了 兩個字都很漂亮 有沒有聽過 國內有個模特兒做明星很紅的 做劉金歲哥 她就叫魏妮 她真的叫魏妮 她跟那個魏妮一樣 所以 是啊 如果不是你先改名字 她就不能改這個名字 不是的 大家人同名字 我意思是說 那時候沒有高人指點 咳了她就叫魏妮 要不就叫魏妮 要不就叫魏妮妮 出來容易記 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是 講給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剛才 你在這四個裡面 選到的夢想又是如何呢 我們都是作為一個參考 但是我都 覺得都挺對的 還有 有時候很多人說 美女多數是蠢一點的 你看看這位 又美又正 我只是說 說幾個畫面給你選 你已經聰明到死了 嗯 我還是不選 沙漠 很乾 不要 超壁 是不是 很危險 很危險 但是有些人很怪的 我有些朋友很喜歡 你如果給他這些題目去選 他就會特意 明知不好去選 他認為那個會高分一點 我又想得簡單一點的 純粹是覺得自身 我不熟水性的 超壁很危險 很被人理性地去想 有些人 我告訴你 我身邊 起碼穿了三五個都是 專門選擇這些 就選超壁 我下次讓他們去選擇 對 向難度超電 他認為他選了這個 就是這個應該是最高分的 你明白嗎 他們玩這些反轉的心理性 那也未必是高分和低分的 只是在夢想距離有多少難度 是 有多遠 因為現在已經很難去改名 其實後期我去到台灣發展 其實我是可以改的 還有些時間 但是我認為 既然我這麼辛苦 已經是把一個品牌 就是說做了出來 我好像人家叫我做藝師傅 我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最初 但是如果我 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如果他走去改名 其實不應該 我那時候應該好像你那樣 缺絕一點改 即是立刻 是不是啊 我本身打算2019年改 但是都是遲到現在才改 好了 現在我們休息一會 先 娛樂圈摩鏡 這一段 我又給你一些東西選擇 你也知道 你也要選擇 無論你做藝人歌星 或者是毛澤儀 或者是見一份工作也好 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是不是你預計到的 你可能遇到一些 你不想見到的場面 甚至乎 在娛樂圈方面 經常聽過很多潛規則 或者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現在下面那幾段 其實都是在報章上報道過 而且開了名字 就是有這件這樣的事 那就是 為了比較搞笑的場面 我會用演繹的方式來 讓你選擇 即是說 如果Conney真是沒有辦法 有一天說 侯正義 我們有一個新的戲的角色 覺得很適合你做 不如出來談一談 以下的場面又是純熟巧合 又有類童 那開始了 我剛才說了 我覺得這套戲很適合你做的Conney 不如這樣 你上我公司 我放一段片 你看看是否適合 那OK 你和我一起上去之後 你看完這段片之後 你就跟導演說 導演 我覺得這段片是很適合我 我可以處理到的這個角色 那導演就說 我們一會兒再談 我現在請你先吃點東西 你想吃雪條還是香蕉 這件事是真事 那個明星還開了名字 接著那個明星聽到之後 他就很害怕 我有一些事情想問 其實這些案件 不是有一個經理人 會在中間帶著他 很多時候都沒有的 你不是一定有高呼 你為什麼這麼多這些事發生 有很多時候他就是叫你上去 如果你是很想做這個角色 或者得到這個方面的 你又帶了一旁人去 人家就會覺得 這個這樣的侯正衣 未曾紅就已經先叫 一旁人帶過來跟著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都不會的 或者你有公司 或者有人可能在 你約了在公司上等 可能那個人就不方便 在下面等你或者什麼 你都會撞到這些場面 你聽清楚了 剛才那個是請你吃東西的 這個畫面 Case 1 Case 1 現在Case B就是 現在 有這個老闆找你談話 我手上有這個金動物獎 你想想哪一個獎是有動物的 那些經濟頒獎的 金什麼獎典禮 我現在手上這個劇本 他們拿過編劇獎 拿過導演最佳的 現在這個戲 我一定會入到下一次的位 這個金動物獎的位 你一定會提名女主角 如果你接這部戲 但是你自己拿不拿到 就看你的本事 但起碼你先提名 你知道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提名 這些戲 提名這些獎項 你當然是出於這件事 你通常都會問的 我很想接這個戲 我當然願意 我會用心的 通常你都一定會說這些 導演就跟你說 開拍之前 當中 你需要接受我本人親身對你的培訓計劃 你的表情做得很對 突然很害怕 這是個個案 這是個案 第三個 這是在報章院出名的一個外國女藝人 製片叫她去酒店房 因為當時她們出外景 接下來有個戲很適合你 可能她現在做一個女二號 下次你給女一口女做 看看你適不適合做這個角色 又叫她去她房間 通常這些女生都會有些擔心 去她房間 但是因為 製片都告訴她 同層其他四個女生都在 你用不著怕 有什麼事叫都大家都聽到 她又覺得 那就是 又不是故意約了你 在山卡拉的地方 進去 製片 我可不可以進來 然後她一開門 就看到製片 只是隨便穿著一條紅蕩蕩的內褲 然後你就會 很害怕 同時還有其他女生 然後製片就說 為什麼 你覺得這條紅色不好嗎 我還有一條金色的 有蕩蕩會響 這個是K3來的 真人家 人家藝人是說了出來的 到最後第四個場面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富豪 約了一個藝術你出來 Connie 我們現在投資一間很大的經理人公司 第一個就是想簽你的 公司包你熱身最少五至六個數位置 安排了豪宅的演員宿舍給你住 還有一架F字頭的跑車給你駕 F字頭聽清楚 那架很貴的 當然了 你做藝人 你當然會問 我需要公司對我這麼好的 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這麼好 這個條件 那個富豪就說 不用 很輕鬆的 公司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陪著分 陪著分 陪著吃 陪著出國等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當然的表情又 蛤 好了 現在我已經演歷完這四個場面 如果這四個場面裡面 總是要你選一個 很難說的 你不知道的 別人叫你上去見一個job 這四個這麼尷尬 這麼害怕的場面 你寧願選到哪一個場面 沒有了 我寧願選這個 你寧願 那一點點自己的意見 但我覺得 在這四個個案件裡面 他本身都是 藝人可能自己有些成就 還有他本身都應該是 有些條件 他才可以被一些導演 或者一些富豪體重 好像那些這麼平凡的人 真實世界裡面 應該沒有這個 不是的 有些新人剛剛出道的 就是這些 他就約你出來 就說我現在手上有 這個金動物獎的劇本 如果你這一段時間 嘟嘟嘟嘟的話 你就可以做這套戲 包你下次看 如果我真的當代入 我是他們的角色裡面 可能我自己選A 因為A比較 軟轉一點 他沒有說得很明白 就是請你吃東西 就是請你吃東西 雪條還是香蕉 嘟嘟 我們導演不知道 記不記得上次 因為我們也有問過其他藝人 他也是選這個 其餘三個畫得太出場 這個就不出場 他說請你吃雪條 是不是 那你不要理 他只是說請吃東西 不要理他 我發覺真是奇了 原來那些美女 他們都是選這個 我上次那個還搞笑的 因為他又像你這樣 很乖乖的女的 他講完之後 我曾經選第一個 吃過了 吃香蕉 然後我說 蛤 為什麽有這些惡言 然後他就 在他包袋裡 因為他出門 他要擠好很多食物 你看 我的袋裡真的有香蕉 他是真的 所以我發現這個遊戲 我要繼續玩一下 我要證實一下 究竟是不是 很多人都選這個場面A 對不對 其實你說得對的 現在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發生這麼多事情 可以約人的時候 是不是都可以約在公眾的地方 甚至乎他說上你公司 就像你所說 正常應該會有經理人陪著 公司有經理人陪著 或者什麼 但是如果他講到說 不要叫別人來陪你 那你就要自己想一想 其實 你一定要我選 我才會這樣選 但當然可以不選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這樣的情況 叫你去他的房間看一些東西 其實你自己心裡 應該打算有點壞 一定 其實你去之前就已經知道 你自己一個人單都會去 你是願意去這個 是不是你自己的前意識 根本就是想有些機會給自己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試過這些經歷 是的 譬如說他跟你說 你過來看底部片 看看你下一次的電影 如果可以處理 我讓你做這個女一號 你心想 我自己做來做去 都是妹仔的角色 其實因為他本身都是做開的 本身都有一點點的成就 只是想更上一層樓 所以才有機會去遇到這些個案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給你們選的時候 我現在暫時給了兩個女藝人玩 這個遊戲 其實我自己 你給我選 我應該也會覺得 你們會選第四那個 因為第四那個 沒有那麼害怕 他只是offer 你簽我經理人公司 我給五六位數字 給豪宅你自己 你記住 你得到越大的話 其實你證明你付出得越多 我還沒答應他 是我撞到這個場面 我覺得這個場面是沒有那麼害怕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估計錯誤 暫時兩位都是選A這個遊戲 因為A很簡單 但是因為之後那幾個好一點點 你講到 大哥 突然之間 他說要請我吃雪條 我很害怕 你說請吃東西 我打算是你講比喻 比喻 當然不是 可能拿出來的 請你吃雪條 兒子香蕉 大哥 我通常是想你們一定會很害怕的 這個 但是可能你們的想法簡單了 我們很簡單 真的想吃下午茶 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告訴你 這個第四的場面 這個真事 其實當事那個當事人 是會有點害怕的 為什麼呢 不過富豪是一個男富豪 他約出的藝人是男藝人 就是等於說 他現在要陪他 是不是 就是公司給了這些系列的東西 你之後你要陪睡 陪吃 陪玩陪吃 這個 所以這個場面 他當時告訴我 他當時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大哥 是給另外一位男士 提供他這些東西 是不是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搞笑 或者一些害怕的場面 很感謝今天Conny 大家記住 Conny有新碟出 我又有後正衣 謝謝 你整天要請 我們娛樂圈魔鏡下次見 拜拜 是